第二部分 叫陈氏太极拳的 基本动作和禅思镜的练习 禅思镜 先分五组 第一组 就单手的正面禅思 第二个是双手的正面禅思 第三个 就是两手的左右 侧面禅思 第四个 叫后铝禅思 第五个 就上步 双手禅思 所以通过这五组的 禅思弓练习 要让大家了解 陈氏太极拳的运动规律 和禅思镜的练习方法 然后 再结合 五种步伐 与 产思镜的练习方法相结合 这样子 你对陈氏太极拳的 练习的方法 和他的运动规律 产思镜的练习 和步伐的结合 就有所了解 给以后学习 陈氏太极拳 打下良好的基础 下边开始做 正面单手传思 这样做 右攻步 让重心 向左移动 手 走下弧线 做顺禅思 到位 然后 重心 再向右移 穿掌外翻 再松跨 转腰 带动手臂 走上弧线 做逆禅 所以 在走下弧线的时候 它为顺禅思 在走上弧线的时候 为逆禅思 所以这样 一顺 一逆 形成一个 胸前 椭圆形的 外形 走弧线 内径 走螺旋的 周身相随的 旋转运动 百分之地 这五十元 或是 相随的 感谢 相乎 提示 在 这一元 auto , 室 约 严 严 为 换左手 换左手 同样运动 向右移走下弧 尾顺缠 然后重心向左移 松胯转腰 走上弧 为逆缠 当走后弧线 两膝左右旋转 身体松胯转腰 再动手臂 抓外形走弧线 内径走螺旋的旋转运动 这是单手的 下边再做双手的 双手结合起来 与刚才单手练习 要求一样 左右交叉起来 双手正面蝉丝 在套路里边 也叫匀手 重心 重心 左右移动 身体 松胯转腰 带动手臂 做 顺逆蝉丝的旋转运动 是两手交叉运动 做到由根到梢 由内到外 连绵不断 好 这趋势松胯 时间长久 腿部有点紧张 所以再做一下弹腿放松 手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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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组叫侧面蝉丝 侧面蝉丝也像懒杂衣一样 开步 然后在身体的侧面 向后 然后向下 再向前 穿掌 外翻 再向后转 然后向下走弧线的时候 让重心移到左腿 然后向前穿掌 外翻的时候 重心再移到右腿 再松胯转腰 向后拉手 所以在身体的侧面 做一个弧线运动 画圆 旋转 这个动作 要结合到套路里边 在老驾一路里边有一个动作叫野马分钟 野马分钟的动作就是这样做的 好 这样我对着 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种旋转的范围 这种旋转的范围 向后 向下 再向前 一重心穿掌 外翻 所以这个动作 这种旋转的范围 就是野马分钟的动作 那就是野马分钟的动作 好 左手的 左手的 这要求跟右边是一样的 向后 向下 向前 穿掌 外翻 来吧 好 后面做后捋蝉丝 后捋蝉丝 就随着重心的移动 身体的旋转 手走下弧 手心向下 向后捋 右手跟着向前摆动 然后再捋右手 移重心 松跨 转腰 带动手臂 做一禅师的后捋运动 后捋蝉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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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